对于感染者呢 指挥中心有曾经讲过 说康复之后三个月之内 如同吃了无敌行星 体内有一定的抵抗力 不过现在这样的说法 恐怕已经不再如实了 因为有新的变种病毒 BA.4 BA.5来袭 医生就说了 其实再度感染的机会 是有的还很高 而且其中有染疫的民众 就表示说 自己第二次的症状 其实呢 比起第一次染疫 还要更加的严重 所以大家就算呢 你是感染过后 也千万不能够大意 该做的防疫 还是得做好 陈小姐分享 自己四月底第一次确诊 没想到六月初又再度染疫 而且症状更严重 胸肠重症科医师 苏一峰认为 无敌行星活在平行时空 强调不是确诊 就能终身免疫 染疫康复后 还是有机会再感染 而且后遇症恐怕不小 林士比医师也在脸书发文 分享最新一周英国变种病毒 侦测情形 包含BA.4后雷居上冲到将近 百分之二十 BA.5则是百分之十七 BA.5.1也有成长趋势 明显看出 BA.4 BA.5在国外 确诊数都逐渐上升 分析BA.4 BA.5很可能已经进入本土 但一时之间也应该没办法做大 目前台湾流行BA.2将来会不会和国外一样 BA.4 BA.5 逐渐做大 还得再做基因定序了解 确诊过后不会变无敌 还是有可能重复染疫 三地新闻 余德庆多佩与台北 采报报道